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压根看不到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版型 或者说它的颜色花纹 你慢慢慢慢的可能就会忘记它了 它就会变成你衣橱角落里面 你再也不会碰的一件衣服 由此呢我觉得就反而得不偿失 只有你挂出来的时候呢 你才能够一眼扫过去 知道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长度 什么样的一个花纹 然后你可以立马看到它 你才会想要去穿它 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悬挂衣服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选择太窄的衣架 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呢 会为了让自己的衣柜就挂的衣服更多 他会去选择一些比较窄的 比如说像一些塑料的衣架呀 或者说那种钢丝的衣架 但是那种衣架呢 因为它的受力面实在太窄 如果你的衣服长期挂在 这样的衣架上面的时候呢 是会导致这件衣服的肩膀这边变形的 所以后来呢我就把我的衣架 全部换成了这样的一个木质衣架 那我都会用这一款衣架来挂 我基本上大部分的一些 非外套类的衣服 挂起来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大家看 包括我的这件 Maiso Margiela他们家的 这个薄纱的上衣 因为这种上衣是最容易变形的 就因为它的整个衣服比较轻薄嘛 那你看挂上去 这挂了有一年多的时间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因为它刚刚好 可以跟这件衣服 它肩线的这个宽度 契合住就不会太窄 那我的这款木头衣架呢 是在宜家买的 价格也不高 我记得在美国这边的话是 它一套八个 是四块九九美金 那像我的一些大衣呀 外套呢 我就会选择 同样的也是一个木头衣架 就是这样的一个衣架 但是它旁边侧面会宽一些的 其实这里的这个衣架是一样的 都是在衣架买的 就你这种原木色的呢 也OK 然后你再花个几毛钱 可以去买个这样一个塑料的 它比较宽的 这个衣架套子 套上去之后呢 你的这个衣架 就可以变成是一件 可以去悬挂你大衣 或者说外套的衣架了 这样你的整个大衣 肩膀线条这边 因为比较宽嘛 它也完全能够支撑得住 你的大衣就可以保持一个 非常漂亮的肩膀线条 那刚刚跟大家聊到的那个衣架 都是只能挂一些上衣 或者说大衣外套嘛 那像我们平时的一些下装 例如说像是什么半裙啊 或者说一些薄的小雕带 要怎么让它悬挂起来呢 因为如果要让它这样 一个架子 一个一架的挂的话 就会实在是太占空间了嘛 大部分朋友可能都会选择 把它叠起来对不对 但是我最近呢有发现一个神系 就是这样的一个衣架 我用了有快一年的时间了 我用它的范围还蛮广的 我有用它来挂我的半裙 也有用它来挂我的那种吊带 它真的一个这个架子 可以挂我可能二三十件吊带 然后包括我的短裤 然后还有我的那种吊带的连衣裙 只要它有那种小绳子 就设计了这个绳子 可以勾在上面的那种 所有的衣服都可以挂在上面 而且它非常的节省空间 它的悬挂方式其实有两种 因为它这上面的这个钩子 是可以转的嘛 那我的一个方式呢 就是会把这个衣服这样 竖向的挂在上面 所以说它的整个横向占用的空间 就只有这么宽而已哦 如果说像是普通的那个衣架的话 大概可能就只能挂个四条 或者五条连衣裙 就差不多占满了 但这里呢 它是可以悬挂十二条 甚至更多的 因为它一个小钩子上面 你可以多勾几条嘛 那这里大家会发现 我是不是还没有聊到 我的裤子是如何收纳的 其实我的裤子的问题是呢 是我最后才解决的 我之前悬挂我的裤子 都是一个衣架一个衣架的 然后挂在下面 就是我有两层的那个衣架嘛 然后挂在下排 我比较好去拿 但是后来我发现 这样的方式其实也蛮占空间的 直到我前几个月找到了一个裤子的收纳神器 它呢就是一个有点像小推车的架子 下面是有按那个滚轮的 所以你可以拉着它到处走 就还蛮方便的 那这个架子上面呢 它还有一个那种小钢丝勾在上面 然后每一个小钢丝上面呢 你都可以搭一条裤子 像当你在去选择裤子的时候呢 你可以立马的知道 你要找的那条裤子在哪里 它的宽度大概是多少 颜色大概是多少 就可以立马拿起来 而且它的拿取比我以前挂在 普通的衣架上要方便非常多 因为你可以直接像这样 把那个裤子滴留起来 就不需要再去做那个 把那个裤子从那个衣架上面 抽出来的动作 而且像这个收纳架呢 你也可以直接放在 你的那种衣橱的下面 就是你上面可能挂一个 比较短一点的衣服啊 就像一些短外套啊 衬衫啥的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裤子架 塞到下面 你平时要拿裤子的时候呢 因为它有滚轮嘛 也非常方便把它抽出来 我现在给汤圆也买了一个 放在它的那个衣橱架下面 它每次拿的时候就把它抽出来 然后立马找到它要找的裤子 它一个架子上面 总共我记得是有20个那个小铁丝 如果你裤子比较少的话 就意味着它最少可以收纳20条裤子 女生的裤子有些比较窄嘛 你还可以把它并排放 有可能最多我觉得可以收纳40条裤子 这样呢 基本上我所有的衣服单品 就都可以悬挂出来了 然后我在经过我之后会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整理的心得 那我每次在去找一件衣服的时候呢 就是基本上几秒钟马上火速找到 而且它也不会因为就是你每次都折起来 然后皱皱巴巴的就穿上的时候 你可能还要晕就蛮麻烦的 那接下来的第五点呢 就是千万不要悬挂的一个品类的单品 那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种毛衣或者说织物类 像那种衣服都千万千万不要悬挂 因为无论你拿多宽的衣架去挂它 它的整个衣服都是会因为重量而拉长的 那包括我的一些毛线针织的外套 我也是不会把它挂起来的 我会选择把它给折起来 那像这种毛衣类的单品 当你去折它的时候 如何储存它的时候 你就可能要根据你自己家里面的一个衣柜的情况 去做决定 那像我的话呢 我是直接买了一个架子放在那边 然后我的毛衣就是这样叠起来 然后一层一层的放上去 并且因为那个架子它是一个开放式的架子 我可以立马的看见我要找的那件毛衣 它在哪里 然后把它抽出来 就很快速 我是不太推荐大家把自己毛衣的单品 放进那种抽屉呀 或者说那种不透明的一个收纳盒子里面的 因为像那种盒子的话 你每次去拿 因为它现在特别下面嘛 你就很难拿到它 每次抽出来的时候 上面的毛衣可能就乱掉了 那接下来第六点呢 是如何去提升你衣橱的一个利用率的 那就是要把你的衣橱的单品啊 总共大概分成两大类 一类呢 是那种地基类的单品 一类呢 是那种风格类的单品 就是你最新入手的一些 你最近想要尝试的颜色 或者说一些元素啊 流行的单品之一样 那什么是衣橱地基类的单品 和什么是风格类的单品呢 我觉得主要就是一个粗略的分类啊 那像这种衣橱地基类的单品呢 就是像我之前讲了 衣橱地基视频里面的那一类单品嘛 就它代表的是 你常穿的 百搭的 然后颜色比较基础的单品 那这一类单品呢 它构成了你的一个衣橱地基 也就意味着 可能某一天你买了一款 什么颜色 新的颜色的单品 想要拿回来搭配的时候 你可以立马的 从你的这些地基类的单品里面 拿出来与之搭配的单品 你就可以立马的快速的搭配出一套 那什么是风格类的单品呢 我的一个划分 就是属于那种 我衣橱里面 我不是那么常穿的颜色 跟最近我新尝试的一些颜色的单品呀 或者说我新想要追求的一些流行的元素 然后买回来的衣服 像这一类的衣服呢 我就会把它划分为是风格类的单品 那像这两类的单品呢 我在我的那个衣柜挂的时候呢 我会稍微把它们区分一下 比如说如果你的衣柜是一长六的那种 可能就要分一个左边的一个门 然后一个右边的一个门嘛 那我就建议大家把这两个品类 统一地分在不同的这个门里面 或者说如果你家里面是一个衣橱 那你衣橱可能是有分左呀 右边的这个衣柜 那你比如说右边呢 就统一挂你的衣橱地基类的单品 左边呢就统一挂你风格类的单品 那这样挂的一个好处是什么样的呢 比如说你今天呢 就是要出门去上学 或者说马上要出去上班了 那你选择的衣服单品 可能偏向于普遍都是你的一些 衣橱地基类的单品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直接走进 你衣橱的某一个角落 朝向一面就会这样左看右看的了 或者说就打开一个衣柜的门 看到你所有的衣橱地基类的单品 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非常百搭的 就可以直接拿上一件外套 一件内搭 一条裤子穿上 马上就可以出门了 这样你在搭配的时候呢 你的整个思路就是非常清晰明确的 而且单品之间不同的风格 没有混合在一起 而且这样分的呢 其实有一个好处 就是因为我们的衣橱地基类的单品啊 普遍来说颜色会比较简单 基本嘛 普遍来说啊 因为我相信大家会发现 一些百搭的颜色 其实就无非是那些黑白灰啊 然后鸵色棕色这些 这种比较中性的颜色 所以当你把它们挂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天然的有一种舒爽的感觉 就那个颜色啊 就看起来特别像那种收纳师那种照片 所以说我通常啊 是把我的衣橱地基类单品挂在我一进门 就是我走进我的一个衣柜 我可以立马看到的那一片衣架的 然后再把风格来挂在其他的侧面的衣架 这样我要绕过去的时候 哦 再看到 那这样你只要走进你的衣橱 或打开你的衣棍 你首先看到的是你衣橱地基的那些衣服的话 你会立马的有一个正向的反馈 你看到一个非常整洁 治愈的颜色的排列 就会非常的开心嘛 那接下来的第七点呢 就是在以上你已经分清了你的 衣橱地基类单品和你的风格类单品之后呢 你再把它们重新的排列组合嘛 那我的方式呢 就是根据品类和颜色来整理衣服 首先呢 你是把不同的品类统一的放在一起 比如说大衣跟大衣放在一起 羽绒服跟羽绒服放在一起 然后春夏天的外套放在一起 然后衬衫放在一起 因为只有这样呢 当你要去找某一个品类的时候 你可以立马走到那个地方 然后所有的 比如说你要今天找个衬衫 所有的衬衫都在 都挂在那里同一个地方 你就可以立马拿到它们 那再在同一个品类的基础上 我会根据这个衣服的一个颜色呀 长度再稍微分一个类 这个部分我觉得像那个衣橱地基类的部分 我会比较喜爱去分一点啊 我一般都是从浅至深来排列的 比如说白到米白 然后再到浅坨 再到深棕 就整个颜色排列都会非常的舒爽 然后灰黑 然后这个部分我会主要把它运用在 衣橱地基的品类里面 那像那种风格类颜色可能会比较杂 然后可能会比较有花纹呢 我就会大概的排一个颜色排在那边 但是主要是通过品类来排 这样子我来选的时候也是非常好选择的 那第八点呢就是有关于首饰的 我都建议大家把首饰放进盒子里面分类整理 尽可能的减少它们与空气接触的面积 就比如说我发现有很多朋友就喜欢把首饰挂起来嘛 包括我在前几年其实都是有把首饰挂起来的这个习惯的 因为我觉得比较好看到比较好拿到 但是我发现这样的一方面首饰非常容易积灰尘 另外一方面因为它跟空气的接触面积实在是太大了 这呢很容易氧化变旧 就会让你经常需要去打理它嘛 就还蛮麻烦的 所以后来呢我的首饰收纳整理就换成了这样的一个盒子 但是又因为它是可以这样平铺的 而且它每一格呢你可以分类的去整理 所以它完全不影响你去寻找某一个首饰 就不会影响你的整个利用率 就整个利用率反而会提高 因为它这样平铺着看的时候 你可以立马看到你戒指有哪些 耳环有哪些 就是可以马上的看得到 那我这个盒子呢是在亚马逊上面找到的 就它是这样的一个一层一层的小盒子 你平时要拿的时候 比如说你现在就是要戴耳环 你就可以直接把你的耳环盒子这一块拿走 然后去仔细的挑 看看我有哪一些啊 然后就可以火速的立马的拿出来 那包括我的一些项链啥的 就可以放在它的这种长条形设计的一个盒子里 而且它的这个风格的架子是可以取下来的 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调节它的宽度和它的一个数量 那像我的第二层呢 这边就是会放更多的一些项链 我又会根据颜色 然后风格不同 去大概的风格类 比如说金色跟金色放在一起 银色跟银色放在一起 另外一个特定的戒指的话 我就会把它们所有的都放在一格里面 这样我去拿的时候就直接一把抓起来 然后就全部戴上 就可以立马出门就很方便 然后这边的这种方的比较大的格子呢 我就会拿来放我的手镯呀 然后一些比较大的耳环啥的 然后在最下面的这一格 它就是一个单层的一格 然后里面有密密麻麻的很小的格子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调整 就会放一些我现在比较少戴的一些锁骨链 或者那种特别容易跟别人打结的链子 因为它需要自己单独放嘛 那接下来第九点呢 就是有关于墨镜的一个收纳 我的一个收纳方式就已经用了非常多年了 就是选择了这种Muji的一个透明的亚克力盒子 来收纳我的墨镜 因为平时我们去买墨镜的时候呢 那个墨镜不是都会配一个原版的墨镜盒吗 那如果你把墨镜是收在眼镜盒里面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统一的去看到说 你究竟有多少副墨镜 可能慢慢的呢你就会忘记它 所以说我就直接选择这种透明的墨镜盒 把它全部的都摆在一起 这样我在看的时候呢就可以立马看到 那接下来的第十点呢 是有关于包包的收纳的 那我自己收纳包包的方法主要是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一个统一的包包收纳 我是不建议大家把包包都全部放进仿尘袋里面的 因为我发现有很多的朋友都会把包包放进仿尘袋 觉得就这样的话不会铺灰尘 对包包比较好嘛 但是就像我最开始讲的 我觉得一个好的衣橱收纳 首先呢第一个要做到的就是要去提供你衣橱的整个利用率 然后再是保证你衣橱的一个整洁和保护你整个衣服单品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你把你的包包收进了仿尘袋 然后可能还放在一个什么阴暗的角落里面 你觉得不会晒到太阳或怎么怎么样的 那慢慢慢慢的你就会忘记有这个包包的存在 又或者说你着急出门的时候 你肯定不会有时间还要去把它从仿尘袋里面拿出来 一个一个的去挑一个一个的去看嘛 所以说呢它可能会导致有两个问题 一个呢是你这个包买回来可能没有背两次你都忘了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你已经忘了你有这个包 你可能在看到另外一个比较重复的包型的时候 你还会再去买一个重复的包回来 反而得不偿失 所以我收纳包包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我尽可能的会把包包放在不会积灰尘的地方 比如说它是一个密闭的衣橱 又或者说这个包包的架子 它是那种上面有那个盖子的那种架子 它本身就不会积灰 就保证了这两个情况下之后 当然还要保证它不会直射到 阳光就行了 那我会把我的包包 无论是这样测放 还是正方的 放在那个架子上面 保证当我要找包的时候 所有的包都在我的视线范围内 这样呢它们公平竞争 我才能够去提升我包包的利用率 那这是有关于包包怎么收纳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有关于怎么去保证 我们包包的使用状态 因为大家会发现比如说像我手上的这一种包嘛 如果你长期这样站立式的去摆放的话 它是可能会在这侧边可能会有弯折啊 种种的情况 但大家会发现我的包包呢 基本上都是不会有这种情况的 就因为我从大学的时候就摸索出了一套 这种收纳包包的方法 那就是我会在包包里面去找这种填充物 我觉得最好的东西其实就是像平时买什么亚马逊的包裹 它会配的这种空气的充气袋 那这种袋子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 比如说你包包比较小 你就拆一个小袋子 你就拆一个小袋子下来 如果你比较嫌弃它那种触感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放进你包包的一个防尘袋里 然后让它制造出就是你需要的那个空间 然后塞进你的包包里面 让你的包包平时放在那的时候 它都是维持它的一个鼓鼓当当的那种形状的 这样的呢你的那款包就是不会变形的 那好了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自己的一些衣橱收纳的经验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就让我们的衣橱里面的单品利用率更高 就尽可能的让我们每次在搭配衣服的时候 保持一个整洁的心理状态 而不是一走进去就觉得乱七八糟的 然后无从下手 而且也可以尽可能的保证我们自己的一些衣服啊 包包啊这些不会变得太皱 就在我没有使用它的情况下 它就变旧了嘛 那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视频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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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